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基尼 今天要教大家谈的是手掌悶音 在技符上面寫的話會寫PM P就是手掌的縮寫 M就是Mute 是悶音的縮寫 然後悶音的部分會用虛線去表示它的範圍 就是有虛線的地方或是寫PM的地方要悶 沒有寫的地方就不用 那手掌悶音這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將我們的手掌 手刀的部分放在琴橋或搖座上 那我現在拿的因為是這種Las Paul的琴 所以這個位置大概像這樣 然後把這個手刀放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彈出這種 比較有顆粒的聲音 我試一下沒有悶的時候是這樣 很亮 OK 那我悶上去以後會變成是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再來是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彈手掌Main的時候 要留意的就是你右手的位置 基本上手掌Main這個動作主要都是 右手的部分 節奏上的變化或是音色 都是靠右手在做好的 那你如果悶得太前面的話會 會像這樣 顏音會很短 聽起來會很乾很奇怪 如果你悶得太後面的話 這樣聽起來太長會比較不適合 一般我們用手掌Main的話是拿來做伴奏 那它會需要一個比較剛好的演音 所以是可能介於剛剛這兩者的中間這樣 有一些演音就好了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次的練習吧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練習吧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練習吧 我們ー no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